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 迪志偉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教育專家 游乾貴 劉老師 主任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沈老師 沈雅琪 沈老師 大家好 我是沈老師 好 另外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作家 許常德 阿德 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來 我們今天主題是 媽媽我想當壞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主要是有一個媽媽 她在臉書社團抱怨公社 她寫文章 她說 今天她陪同兒子 去復診的時候 十四歲的這個兒子 突然說出 我以後要當壞人 這個媽媽當場嚇壞了 以為自己聽錯了 再次跟兒子確認 但是她兒子再說一次 我想當壞人 媽媽接著問說 為什麼你要當壞人呢 當好人不好嗎 這個詳細的情況 黃醫師感受比較深 因為她有兩個 現在還五歲的小孩對不對 所以妳很重視這個新聞 妳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因為這個媽媽聽到小孩子說 她要當壞人 當下就受到驚嚇 就問了這個兒子說 那妳怎麼會想要當壞人 當好人不好嗎 沒想到這個兒子 竟然也是理直氣壯的跟她講說 當好人有什麼好 當好人會被壞人殺掉啊 而且法律有保護好人嗎 那這樣媽媽就 這小孩子的口徑跟妳好像 好像是我講的 對啊 那所以媽媽當下立刻 就第一次發黃牌警告 叫小孩子不要胡說 黃牌警告 對 但是小孩子就繼續的堅持的說下去說 你難道沒有看最近那個電視報導 那個理性的這個鐵路警察 被刺死的事情嗎 他都被刺死了耶 人都死了耶 那壞人會怎麼樣 頂多就是會宣稱自己有憂鬱症 然後呢只是去被關一下 然後關完之後又出來了 所以呢其實她就會說剛剛講的話嘛 那媽媽就再發一次黃牌警告 他說你夠囉 不要再講了 那因為那個球員有時候在球場上 就是還是堅持自己的立場 兩次黃牌警告之後這個 驅除出去 這個十四歲的這個很熱血方剛的 這個兒子呢繼續的說 可是其實你看這個案子後來 就是會有人權團體出來說話 然後他的律師在幫這個壞人說 他就是有病啊 然後家庭狀況不好啊 溝通不良啊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最後呢這個兒子也看得很清楚了 只會進去被關一下 然後又出來又繼續殺人 那我們好人就是一直被殺 所以我幹嘛要做好人 所以他的理論的論述也蠻清楚的 然後這個媽媽就很緊張 對他終於就發出紅牌了 他說現在是在公眾場所 不准假 我現在是他們說是救診嗎 可能是醫院或診所 然後就說現在是公眾場所 我們不要討論這個話題 那這個球員 反正他都被發紅牌了 就繼續講 我想媽媽大概也沒有能力去處理 他才會這麼緊張 所以呢 寫了這麼長的這個文章 這個我想他最主要是 因為這樣子大家可以來注意 可以來討論 那我先請教一下志偉 你現在有兩個小孩 對 小孩多大 我一個十二歲一個八歲 嗯 十二歲八歲 其實也會問這樣的問題 會會會 其實一樣的 對對那我問你 如果你是這個媽媽 然後兒子這樣問你的時候 在公開場合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我可能跟這個媽媽的反應 是一樣的 別說 不會這麼的兇 只會跟 因為基本上我兒子不會這樣講 所以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我的反應會跟媽媽一樣 但是我不會一次兩次三次 我可能用別的話題把它 轉過去 就不要讓他再討論這件事 但是講這個理性緊張 為什麼不讓他討論 沒有啊 因為他說 他如果說 他很認真跟我說 那我就當壞人 那我旁邊沒有人 我就會跟他真的 認真的討論這件事 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個小孩跟他媽媽講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口氣 什麼樣的態度 對 那如果我兒子是真的很認真 跟我說爸 他如果寫我的志願 我立志要當壞人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那老師一定就會跟你聯絡了 你的小孩怎麼會 用這樣的方式來論述他的志願 所以我覺得狀況不一樣 可能處理的方式就不同 對 但是這件事情 我兒子是有問我的 真的喔 他不是說他要當壞人 他看到這個新聞 他說 爸我們的社會實在是太不安全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不能廢除死刑 像這種把人殺死的就應該要被殺 你知道 所以其實有時候不要看說 小朋友或青少年 他們也很有自己的一些思考的方法 跟思考的 所以你兒子也認為殺人則死 是啊 他跟我說所以爸是不能 就是死刑絕對不能廢除 就是因為有人說要廢除死刑 才會一直有人在殺人 因為殺人不用償命嘛 那我至少是送一口氣 因為我兒子知道殺人要被殺 所以你問我他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不太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了解 那佑老師 教育專家 如果你是這個媽媽 你會怎麼回應 我也有兩個孩子 對 因為小孩子可能比較大 我把這個話題拉到比較高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14歲大概是青春期吧 對 青春期 然後 他應該 他應該會想很多事情 可是想跟做是不一樣 對 所以我突然間想到 我的志願好像也曾經有過跟他一樣 我也想當壞人 可是 但是中間那個點很有趣 就是說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你會想當壞人 假如你被霸凌的時候 你會想當壞人 對 我想說我怎麼天天被欺負 說不好一背到學校 然後就一堆人圍過來 想要K我 可是這跟做壞人不一樣 在這個年紀應該有住了兩個靈魂 一個是小靈魂 一個是大靈魂 那 當我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就逃到 逃回到那個小靈魂 可是有時候我也喜歡大靈魂 我是小孩跟大人中間在遊走 所以當我變成大靈魂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可不可以變成那個社會的那個 正義的 這是往好的方向來講 對 我可以變成社會的決定者 壞人 可以當壞人 假如是我 因為宏妍剛剛提到 假如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解決 因為台灣的教育其實 我覺得我們是另外一套 我們喜歡說 包括我們六個人在內 我們都好喜歡說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好的教育 就是騙人家教訓 我真的要不說 這樣我好了輕鬆 我跟你說 你們自己講 我來進廣告的時候 就是進廣告教 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的教育方式 是聽 你都沒有去聽他講 你看整個對話裡都說 我來告訴你 然後我們這些大人 我要決定什麼 可是聽 搞不好他講完之後 他覺得沒事 我不當了 聽很重要 因為聽他其實是 背後其實是有問題跟解答 他在跟自己對話 所以他中間會有他的QA 所以如果聽 我們這些大人 能夠多學一點的話 我覺得有些問題 是可以解決的 了解 等一下再請教尤老師 來來來 沈老師 也是老師 然後家裡也有小孩 對 我們家兒子曾經問過我說 他可不可以去當網紅 或者是電競的國手 因為我弟弟是電競國手 然後現在是電競主播 所以他就很嚮往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讀書了 然後我就去當電競 打電動 對 就打電動 他甚至就聚學在家裡 就不去上學這樣子 那怎麼辦 怎麼勸都不出門 你去敲他們 他叫我滾出去 叫我死出去這樣 你兒子多大 現在高一 高一要升高二 也是青春期 對 就是很叛逆這樣 那我們後來怎麼辦 就是請我弟弟來跟他談 然後我弟 因為他比較了解 他們這個時候 小孩子在想什麼 他就跟他講說 我栽培你當網紅 當電競的國手 所以你現在 但是當電競的主播 你必須要把高中讀完 你要讀大學 要不然你在播報的時候 你根本講不出什麼東西來 對 所以你那個功課 通通地公飛過就好了 然後你只要有 都沒有紅字 那我們就 把剩下的時間 通通來訓練 當那個網 就是打電動這樣子 他就信了 他就去上學了 對 然後我大姐還幫他安排說 就是禮拜六 禮拜天去上 電競國手的課這樣子 我想天啊 他就已經快要沉迷進去 你們還這樣 再加一把火這樣 沒想到他去聽了以後發現 很難耶 所以當電競國手很難 那要花很多時間 甚至他聽完以後 竟然把那個遊戲就刪掉了 對 就是你順著他 讓他去思考了 你靜下來去思考以後 他會發現說 其實這條路不是真的他想要走的 對 反正你是一直去禁止他的時候 他就 越進 對 反彈越大 潛力就一直被激發出來這樣子 對 那他進到回 重新回到學校以後 他發現他自己是很好勝的 他沒有辦法忍受自己 只有低空飛過 那有一次就回來跟我講說 麻煩我今天那個還好沒有 就是有及格了這樣 我說及格 60 分 他說不是啊 我的標準是80分 所以我及格了 所以就這個時候的小孩 真的不能嚴格的禁止 有道理 對 我最近跟某位縣市長吃飯 然後呢 他就說 太太常常把他打電話 找他回去解決問題 我說什麼事 他說我們家有高中的兒子 很難啊 對 他說只要跟媽媽講話 就是 健保的禁止 那不是健保的禁止 那是完全一句話說不下去 這樣 那你知道 太太跟小孩這樣的衝突 那誰來解決 老公回來 我是市長耶 那我這樣講 不是說我們在取笑人家 其實我們家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那樣的荷爾蒙到那個階段 其實那也是很正常 這樣 所以重點還是方法 你怎麼跟他相處這樣 好 那這個阿德呢 你是如果這個媽媽 我是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 我就想到我自己 證明譬如說 你跟他講說 就是小孩子想玩電動玩具 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以前 我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企其實沒有 爸爸媽媽都不關心小孩子的功課 就是媽媽的簽名 都是我們自己簽的 然後呢 突然有一天呢 我就突然說 不是要考高中了嗎 就想說要讀什麼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想 我不要讀高中 因為我功課很爛 讀高中沒有意義 考不上大學 突然想說我要讀高職 我那時候想了 就是想說 我喜歡聽音樂耶 我想要去那種 就是電子工廠 就是感覺 工作都在音樂裡啊 因為有那個收音機 一定有音樂啊 所以我就想說 電子科 我就要讀電子科 然後我覺得 我把這個事情 然後給我媽媽聽 我跟你講 如果電子工廠 都不是那種業 電子工廠通常都是 放葉曲田 沒有 連音樂都不會有 因為我後來我還真的去了 我還真的去 在公司 就是跟我想像的差很多 可是那時候你說 我那個夢 是不切實際的夢嗎 我後來真的走這一行了 我現在回想的是說 我覺得媽媽 如果有聽到孩子 比如說 大家想說 我想要當壞人 這只是文章的第一句而已 他有一篇文章 會有這種假設性 後面都會有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 你願不願意 跟他一起去思考 這個論證的過程 我想說 如果當孩子跟你講說 我想要當壞人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反應 一定想說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很多事情 他已經講為什麼了 我就說 我相信很多事情 我想問為什麼 是因為我相信很多人 都從一個為什麼 開始了解這個世界 然後這個為什麼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我也想知道 我的盲點在哪裡 如果媽媽對孩子的話 如果越有恐懼 你那個時候 越不要有反應 因為表示這件事情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才那麼恐懼 而且你也沒有能力 跟他對話 你才那麼著急 我的經濟說 那個時候都不要講 就是說 我剛好如果小孩子 小時候問我任何問題 我一定跟他說 就算我會 我都會跟他講說 這個問題不錯喔 我們一起來找答案 我小時候就是跟他們 這樣的對話 因為我不想扛那個責任 就是我不想扛一個 就是一定要告訴你 我的道理是什麼責任 他人在那個時候 如果有這種慣性 你根本就不會聽他的意見 你只是在展現你的答案而已 你甚至把你的恐懼 就加在這個答案裡面 是...好 那等一下也要請教黃醫師 本來是這個階段 你要講的 你的quota不要用完了 對 那我們先休息一間廣告 好 剛剛這個孫老師講說 他的小孩叫他滾出去 後來你有沒有滾 我根本就進不去啊 他就把我... 鎖起來了 對 他門就鎖起來了 可是我想知道說 他今天講說滾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樣 很痛苦啊 很痛苦而已喔 怎麼會從一個這麼... 不會生氣嗎 要怎麼生氣 就是抓狂一般 慢慢的抓 如果是我就把門踹開了 沒有耶 那種情況要買把虎頭了 就默默地走下樓這樣子 像在想想看說 到底要怎麼樣讓他踏出來 不是啊 陳老師是老師 小孩也會這樣嘛 那我剛剛講說 我認識了一個市長 他們最近的狀況 那其實我們家也是啊 我小孩他在國山的時候 那個就是爆衝到門關起來的時候 那個門竟然壞掉了 佛文化壞掉了 你就可以想一下他有多爆炸 結果後來你剛剛提到那個荷爾蒙 應該再加三個字 叫做狂躁的荷爾蒙 狂躁的荷爾蒙 狂躁的荷爾蒙 因為譬如說他會讓你消極啊 那個煩躁 緊張 滴落 懼怕 憤怒 傷害 是... 他會有一堆的那個東西 是跟著荷爾蒙過來的 而且喔 我兒子曾經離家出走 國中的時候 對 我兒子也有耶 他現在多大 他國三 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小三就出去就出走了 曾大哥先講 他國中的時候 你知道嘛 就是狂飆嘛 在家裡面就會故意找茬 類似這樣 應該你有動作 出去 沒有 他有說他要出去 我說出去就出去 你看你們都會這樣子啊 激怒 堵你不敢 開玩笑 做老子 做男人都不可以 對嗎 既然有種講出來 你就出去嘛 出去讓我看看嘛 對啊 我們叫爸爸會說裸退 手機 鞋子 留著 後轉帶 對 屬於我的通通留著 你出去就 屬於我的 我買的通通留下來 你看嘛 他老公也是工程師了 後來咧 後來 後來其實他出去以後 我們也很緊張 對 你就跟著他出去 父母親嘛 你還是怕他出意外 那你知道我們 我們那個是一個封閉的社區 在山上嘛 半夜 半夜哪來的交通車 對 除非他一個人用走的 走到山下去啊 趕快打電話給警衛 有沒有看到我兒子出去 沒有耶 我跟我們沒說這樣放心 只有這條路出去 一定不會 對 因為那個山就是要你要出去 就要從警衛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他既然沒有從大門 那以他在社區 他會留在哪裡啊 對不對 屋頂 屋頂嘛 電影都這樣拍了 那我梯子才爬得上去啊 結果 怎麼隔天早上喔 我們也開始擔心說有沒有回來 去看 回來了耶 那你好承得住氣喔 鄭大哥 是不是因為他已經國三比較大 不是 承得住氣是因為他沒有出去嘛 他就是在社區裡面 只是你不知道他在哪裡啊 他家裡不用繞了八圈 他很累就在屋簷下 我沒有繞八圈了 我也覺得說 男孩子讓他有適度的 這樣的經驗應該是不錯 這是我的看法 發現 讓他有這樣的經驗不錯 然後呢 我就說你回來了喔 我說你怎麼回來 你昨天在哪裡 其實我躲在我們家車子的後面 好熱喔 我還是回來睡覺好了 我說 躲在家裡車子的後面 你為什麼早上就回來了 他說外面都是蚊子 讓他知道喔 我的意思是說 讓他去外面受受苦有何不好 他才知道在家裡多舒服 在家裡面你狂飆喔 可是有時候有些小孩出去 就不會回來對不對 那就不是不舒服 他就是沒有臉回來 你的小孩還知道有恢復理性 有些小孩就是被激怒到 那也有可能 這也有可能 那可是 你如果真沒回來 你就開始找嘛 因為他的系統 沒有 他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 一個家他其實一定有兩個力量 拉力跟推力 對對對 那你出去以後他不會回來 表示說你家的推力 遠遠大過你的拉力 那會回來是因為你有溫度嘛 你家只是在氣頭上 那孩子看得懂啊 我爸平常愛我啊 怎麼這一次會這樣子啊 那孩子會回來嘛 是是 所以你們家的那個拉力 還是有機會就把孩子 把他拉回來 對啊 這裡有兩氣啊 這裡沒有蚊子啊 對啊 小孩會分病 有三餐啦 OK OK 不過我要回來講還是要 就是說我兒子到現在還是很獨立 他沒有變壞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不要太緊張啦 這樣 我相信你的小孩以後也會很好 其實以前我們威權時代 也有很多的反抗 好 那你兒子呢 那時候是他小三 我說你兒子阿嬤很有材料 我也是這樣 小三就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 他怎樣 就是我幫他複習功課 他媽媽都覺得說 他就自己念你幹嘛要幫他複習 但我就覺得你明天要考試了 你還在這邊看電視 我們就是以前 媽媽就會這樣唸你嘛 但是我為了避免被我媽唸 我就做好自己嘛 所以我說爸爸都是這樣啊 我很期望你可以 我不用唸你 自己坐在那邊唸書 我兒子會回答我說 爸現在時代不一樣 小三小四他會這樣回你啊 好 我說沒關係 我幫你複習 但是就是他就是屌了蠟噹 要複習不複習 我就很氣 我就把書本丟在他桌上 我不幫你複習了 又不是我要考試 考不好也是你家的事啊 那他可能也是因為 被我一直這樣子強迫要念書 他也不開心 他覺得我每天在安清班 都在寫考卷 都在念書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好好放鬆這樣 我說你考完 我就讓你放鬆 我給他太大的壓力 結果他就不爽 他就我丟這樣子 丟書本嘛 我就不爽 我就跑去廁所上廁所 我出來怎麼孩子不見了 我就聽到蹦一聲嘛 我家門是沒有壞啦 你家門是有壞 小三跟國三的力量不一樣嘛 不然你國三再試試看 但他一定也是生氣 他蹦一聲很大聲嘛 我趕快跑出來看人不見啦 門打開他就坐電梯下去 我問他弟弟說你哥哥呢 弟弟就說哥哥說他要離家出走 我說你沒有阻止他喔 他就看著我 我兒子還在吃冰棒嘛 就看著我說 哥哥又沒有帶行李 他就說哥哥沒有帶行李 我就趕快牽著我 老二我就說好我們去追他 我想說他離家出走怎麼得了這樣 我就很緊張 你不是封閉的社區喔我跟你說 我們家是開放的 而且我都來不及問警衛啊 我就坐下去嘛 我就問 我就下去之後我就說 你有看到我兒子嗎大哥 他說有他剛走出去啊 我就跟在後面看 我沒有去攔他 我就看他自己一個人 然後一邊走一邊這樣擦眼淚的樣子 我不知道在擦眼淚是揉眼睛 我就跟他弟弟說你以後不要跟你哥學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牽著他說 巴哈哥哥要去哪裡 我說這個方向好像是要去Seven耶 然後我們就再往後面走 他真的進去Seven 然後出來我就看他手裡拿著一條口香糖 然後他就拆口香糖在吃這樣 然後就走走走走 然後走到我們家社區門口的十字路口 他就走看又看 算了還是回家喔 我就看他 跟著他後面 看他又走進社區 可是因為他沒有帶鑰匙嘛 他就沒辦法感應嘛 我就後來跟他講說 我就拍拍他 他就回頭就看到我嚇一跳 我說弟弟不是說你要離家出走嗎 你怎麼五分鐘才回來 五分鐘 我兒子就說 對啊我離家出走啊 但是我可以自己決定 我什麼時候要回來 所以其實有時候小孩子的想法 尤其現在都很早熟啦 對 OK OK好 那這個黃醫師 如果是你這個媽媽 你會怎麼回答 就是我覺得這個媽媽 後來有一段 我們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整段跟他的兒子 在那個公眾場所的對話 他都覺得內心有一百會 那他就覺得壓不下來 所以最後他是 所以我覺得我決定 要當你的台語老師 不是一百會 一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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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這個話由我來講 我們順便那個教學 是是是 謝謝鄭大哥 一百會這樣 一百會 一百會 你是比較有問題 對 就是反正就是 他就是內心就是怒火熊熊啦 然後就是 乾脆講怒火熊熊 就跟他的兒子說 在公眾場所是 我們現在不要再講這個話題 然後所以他的兒子 又再回他說 大人就是這樣 只會逃避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剛剛這個故事裡面 假設說我們看到這個故事 其實是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兒子說的 其實差不多對 我相信媽媽今天出來發文 也是覺得他兒子差不多對 只是他已經沒有辦法 回答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會先說我們怎麼會 我們人怎麼會長到這麼大 沒有辦法去回答人家的問題 應該是很常見 可是有時候 爸媽媽應該是常常在 跟小孩子在對話 為什麼還會遇到 這麼多的挑戰 我是覺得就好像是說 這個社會其實對女人 比如說有點不公平 女人如果說去工作 大家就說 都沒在照顧你們 講得還不錯 沒在照顧你們 那如果在家裡 好好顧小孩 沒去上班 那這個社會又說 他是家裡的米蟲 也就是說其實 作為一個母親的角色 其實蠻難為的 然後其實現在很多的家長都在說 愛小孩 愛小孩是說給大家聽的 其實沒有愛到說 喜歡那個大便 小便 然後喜歡那個小孩之間的吵架 其實很多父母是對這些 小孩子的發問 還有爭執 他是不願意去想 然後要視而不見的 所以當他把這些問題 從小到大累積到 這個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當然就更不能回答 有道理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我覺得這個媽媽反映出 我們時下所有的大人都一樣 不是單獨她 就是說當我們面臨 我們看到 我們感受到 這麼現實的實際問題的時候 我們沒有勇氣討論 沒有勇氣討論 因為是自己沒有勇氣 不見得是沒有能力 其實話大家都會說 可是為什麼他在那個公眾場所 他覺得不敢說 如果撇掉剛剛志偉哥講的 就是態度的問題 如果是很和緩在討論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這個問題沒有在 沒有說一定在那個地方不能說 所以這個媽媽 已經把自己局限的很局限了 就像我們現在 比如說明明這個選總統的議題 這麼的火熱 可是電視上媒體上網路上 大家講成這樣 你真正出去生活感受一下 你跟朋友聚餐的時候 你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你敢討論說 你喜歡哪一個總統候選人嗎 你幾乎不敢講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爭議的話題 我幾乎不敢講 那我敢講 對啊 真的 我幾乎不敢講 我敢講 你幹嘛 又被人家抓與病 對啊 對 就是幾乎大家都不敢 都不敢去討論這種 其實沒什麼 你是可以講 可是我們已經 這個社會已經讓我們 有一種有點是非的混淆 然後讓我們界線 退到不知道要退到哪裡 因為我講出來 我其實是怕別人評價我 為什麼他不能在那裡講 因為其實他是怕別人聽到 他們在討論這個壞人 跟好人的議題的時候 對 不過我講實話 這沒有標準答案 但如果是我 我會跟他說 之所以會一直走走走走到這個地步 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是忽然之間就走到說 殺人的人都沒死 不是這樣 第二個事情是 你不能選壞人 你當壞人以後 你也要關一輩子 殺人的人要關一輩子 你為什麼要跟人家關一輩子 那當好人 你說會被殺 所以我們要當一個 有能力改變這個現狀的人 應該這樣比較積極面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好好的跟他討論 不要用近的啦 用近的他只會一直往那邊走 因為你會覺得 那個他近的 那個近地到底有什麼 我一定要去走走看 對不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好 這個尤老師 今天你們這邊輕鬆一點 因為黃老師還有 那我可以坐過去嗎 好 這樣等一下好了 我們如果要講話都要繳錢 OK 那個沒關係 有機會 來 黃醫師要再補充 沒有 就是說這個 這個case很棒是說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家長在面對 這個小孩子這樣子的 我們其實內心認同 可是又害怕回答的時候 我覺得要先跳脫出來 也許不那麼直接 去討論這個案子 可是我覺得要提醒 不要說這個小孩 十四歲小孩 是我的小孩的話 我會提醒他 要看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代價 因為他一直在講說 我想要做壞人 是因為做好人好像沒有好處 而且好人會被壞人殺死 那壞人好像也沒有得到 他應當得到的懲罰 也就是說他認為當壞人 殺死人的時候 他唯一應該要得到的懲罰 是應該是要被殺掉吧 對 他並不滿意 只能關在那邊 他覺得這樣不公平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牽涉到 這個小孩子 他透露出他的價值觀 他的代價論是非常單一的 對 那所以我就會這一點 就會提醒他要小心 你看任何事情 這個很小心 要先小心 不能只有一種單一的代價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做錯事 然後你只能去被關 或是你今天殺了人 你只能反過來人家殺你 這個是非常單一 外遇只能離婚 對 就是我會告訴他 你遇到婆媳問題只能反擊 我會告訴他說 如果你的事情只有單一 一種結論是非常危險 這第一個概念先給他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他有很多元的可以討論的空間 第二個是我覺得值得討論的是 因為我跟這個小孩 我們都不是法律專業人士 我會很直接告訴他說 可是因為你也不是檢察官 也不是法官 然後你也沒有受過那個訓練 所以其實可能他們的標準 你還沒有真正知道 所以不要那麼快去否定他 也就是說我一直在教我的小孩 要尊重專業 你沒有知道這個真正的法律訓練 法律價值之前 你不要說他不對 那第二個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質疑他不對 媽媽我覺得我也 站在跟你很相似的立場 那你可以考慮看看 你是不是能夠更努力 想辦法去做 以後做個法官還是檢察官 你來改變體制 可能要給他一個力量 或者我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殺那個人的是媽媽呢 對 媽媽剛好有精神疾病了 那你覺得媽媽應該馬上判死刑嗎 就是說這個社會上他其實有一些 有情的空間 是有彈性的 沒有那麼 你剛剛講那麼單一 對 我覺得這不能單一代價 是是是 好 阿德你沒有要補充了吧 我也有 好 我不是要補充我要重新講 就是我覺得說 如果小孩子跟我講這句話 我第一個我要先就是 先讓他知道我看 我從他的話裡面我閱讀到什麼 我第一個我也要跟他講就是說 我覺得當你講說 我想要當 我以後要當壞人的時候 我覺得你有在思考 當好的跟壞人的差別 你開始在想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思考 因為就表示說你沒有要那麼單一化 思考一個問題 你會反正來想一想說 當好人的壞處是什麼 當壞人的好處是什麼 你把它想通 你才不會到那個時候 有一個人用壞人的好處 來勾引你的時候 你就上勾了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在討論這個事情 比如說當我們就是 任何事情一個發生 其實都有很多源頭的原因 然後我們現在如果看到這個結果 來檢測這個事情 當然可以 但是可能源頭的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現在要更進一步去思考說 我們源頭還有哪些要解決 這樣才會找到真正的癥結點在哪裡 沒錯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說 連我這個大人 可能都不一定有能力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可是如果我們有機會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這樣的碰撞思考 對話是很有意義 OK 好 來 那我們這邊開始 要用錢了 來來 沈醫師說 這個你兒子曾經跟你說老司機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對 我一直 對於那個網路上很多的名詞 老師機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師機就是他一輩子當師機 快退休了 我們就 老師機是什麼意思 我們家兒子就說 你也不知道 就暈船的意思嗎 就是經驗很豐富的人 經驗很豐富的人 其實我在他國中的時候 我有曾經撞見過他偷看A片 然後在做一些事情這樣 然後我當下很驚訝 因為第一次 我很驚訝 嚇一跳 天啊 我的兒子怎麼變這樣 這樣子 那後來 後來 我有調整了 我有調整我的心態 天啊 我的兒子長大了 等一下你聽聽阿德 他什麼時候就開始了 對 然後 我開始發現 禁止他的時候 他會 就是很想要看 對 非常非常想要看 那我後來就是跟他約定好說 那你就關門 你要看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拜託你關門 我會敲門 就我們不要就是 隨意的進去你的房間這樣子 是 那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老師這就是經驗很豐富 我說那你是嗎 你現在已經是司機 他說我是實習司機 我要等 我要等我的職照下來以後 我才會去開車 我說我不要那麼早 就當阿嬤啊 你自己要小心 他說不要你放心 我要等我拿到駕照了這樣子 對 他有手機嗎 有 都有 對 OK 他就真的 不需要關在房間看 對 因為這個還是就是說 要知道男生在 沒有 我不懂 對 然後我問我們家老公 他死都不承認 他國中有看過 可是問題是 我很不相信 可是我就想這樣說 為什麼你要加說 那個門要自己關 你不要敲門就有問題了 沒有關門啊 然後我就上樓 看到他 就是我說你進門 你就不會敲門了嗎 他沒有關門 所以我就上去的時候 就是沒有關門也是要敲門 不是嗎 結果突然就 對 老實是這樣 走進去以後呢 發現他沒有關門嘛 他就說 啊 兒子你沒有關門 我幫你關門 然後敲敲 那我跟他講你要洗手啊 洗手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那個就是那個 進進人物 進進人物 他說我們老師有教 這個時候真的教育很重要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老師有教肚餵 所以我覺得他們老師很棒 有教 這個健康教育這一刻 聽得最清楚 我那陣子那個心臟真的 很有力啊 你看你兒子是 現在是高中 你發現的時候是國中嗎 對 我們以前上健康教育的時候 是國二嘛 國二 十四章嘛 對 現在是 現在是國小就健康教育 我自己就有教 他們年級就已經是健康教育 但是我在課堂上有教他們怎麼用 那女生教怎麼用衛生棉啊 然後男生孟姨啊什麼 我都有教 對 而且是一起上課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要一起上課 那彼此知道了解了以後 就不會去嘲笑 是是是 對 那你老公他都使不承認喔 他使不承認啊 而且他不講啊 這是 爸爸可以教兒子啊 他害羞 你看看志偉怎麼教他兒子 因為 有一起看嗎 沒有啦 他們小學的 小學的年紀其實還不至於 但是當然還是會有少數啦 因為他快囉 青春期囉 對啊 那我兒子其實他 他因為健康教育教了很多東西 是我們那個年代沒有講的 他其實有update很多新的課本 但是因為那個課本他不用考試 所以其實他不會 有啦期末有考一次 沒有咧 我們新北市沒有考健康教育 然後他 他他也不會有健康教育的課本 也沒有功課 就是在學 體育課的時候教嘛 然後我就問他 他有一天就問我說 爸 你那個精子跟 他以前會問嘛 爸爸 我是怎麼生出來的 媽媽都會說 你從媽媽肚子生出來的 那為什麼會生 媽媽就會很尷尬 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他現在已經會說 爸我知道要生小孩 是男女要有性行為 對 那這個精子跟卵子的結合 然後在女生的子宮裡面就 他就會講出他的道理嘛 那我說 你現在懂這麼多 他說有啊 學校健康教育都有教啊 而且男生發育會有第二性徵嘛 那我說那第二性徵是什麼 他就是雞雞會長毛啊 喉嚨會有一個喉結啊 才不是什麼亞當夏娃的那個理論呢 這樣他就是 我國小五年級他會講出很多 我們在以前那個年紀不會有的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接受的資訊很發達 所以我個人在 在這一塊教育我的小孩的部分 我其實只是跟他講說 兒子 你如果喔 以後要幹什麼 要做什麼 你就 當然跟那個沈老師講的一樣嘛 就是我不想這麼早當阿公嘛 第一個 那我們男生 你要這樣講他聽懂嗎 你要幹什麼的時候 我不想 其實沒有我 我其實跟他講得很白耶 我說兒子你喔 真的要做什麼 一定要長到一八零你在做什麼 我兩個兒子都一八零 他一七八怎麼辦 一七八OK啦 勉強啦 如果一直都一七八 那那一六八嗎 一六八 那我跟他說 永遠就不要做 一六八 那阿德是一六八 他不是今天就完全就沒有講 要等他過了七天起來 男生長到 你不是一七零嗎 這不是多兩公分嗎 那一公分嘛 老一輩的人真的講 人家說大到大都嘛 男生長到天后嘛 那就是你如果是到退伍 如果都是在世的 退伍之後還是長不高 那就可以破處了啦 但是在這之前 你就要守住 那你就可以長了 那我問你 志偉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看A片 或者看A書 對啊 我們就是國中嘛 就是發育的時候 你就會好奇 尤其健康教育還沒有交都不知道 交了之後你就會好奇啦 那你有精進嗎 我是長不高啦 這樣你就怎麼講 不是 我是說 如果他精進也沒有人亡嘛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你知道 正常的男孩子 你在發育期的時候 有些人每天都要好幾次耶 他才會覺得有發洩的感覺 是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溝通 真的 因為有些媽媽會 這個不敢啟齒 然後 想說即便是做老師 其實也很緊張 剛開始真的很緊張 對 後來我們就是很日常這樣 不用緊張了 我大概也很緊張 我跟他說 你真的不用緊張 因為我以前 就是這樣過來的 真的不要緊張 那很正常 其實我國一就開始看A書了 我們那時候叫小本的 對 小本 還有錄影帶 沒有 老師很後面 那時候是 我們那個年代是 小本的 有圖片的 跟沒有圖片的 跟卡彈 對 對 我講的時候 我講的可能不傳承 因為我不是周麥專家 有老師一定會講得很好 等一下來講 我的意思是說 我真的是國一 我們全班喔 我本來可以上台大的 因為國一 數學課 全部都大 全班都在看那個 後來就沒有人考上台 數學課全班喔 一本 一直傳 一直傳 老師有一起嗎 沒有 老師 老師就一直上課 他也許有發現 也許沒有發現 因為老師可能也覺得 那很正常 或者老師也沒有發現 他就會不知道 如果他有發現 其實他就很正常 小本的 對 放在這裡看啊 老師在講什麼就看一下 看完了 因為本子很小 一直傳 我們班有 因為他很貴 所以用班費去買 比較法得來 老師講 現在我自認為健康 所以我覺得很多媽媽們 真的不要太 太緊張 他講的是古代的事 真的嗎 我講實在我得強勁 那是1872年 古代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我們吃三 我們要做三個月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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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 大家一個人 一天 一天 要不再一次 更加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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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我們在講的時候 尤老師 妳不要弄點點喔 妳以為我們都不知道 妳做了什麼事嗎 我在聆聽 其實在我家我覺得 我太太好像做得比我好 就是性教育的這一堂課 大概95%都是她在做 妳是兒子 兒子跟女兒 兒子跟女兒 對 可是這兩個孩子 都是她在處理 我提供的是另外一個出口 妳幾歲開始看了 我應該比較晚 差不多幾年級 可能高中 高中才開始 對 那個時候因為宜蘭 原山很鄉下 那個時候也沒有說 那時候有很火熱嗎 其實沒有 主要是因為我家 像我家是種果樹 寒醬主家幾乎都在果園裡頭 那妳就看蜜蜂瘦粉 對 其實我是提供 我要這樣講說她也會 但是你看 有老師還不是變成教育專家 對不對 對 我提供的是另外一個渠道 其實因為 我的兩個孩子都算是愛運動 我兒子應該是大概9歲10歲 就會跟我去塑膝 爬山 浮潛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狂造的荷爾蒙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解困的方法之一 就是說妳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存在 它是自然的 它一定會發生 對 它一定有A渠道 B渠道 C渠道 那我們一直是困在那個 A渠道裡面去 那妳的B渠道在哪裡 我看她打完籃球以後 跟我一樣累 她也沒有比我厲害多了 對不對 我們溯西 要把她經歷 對 像我溯西 前兩天我才剛去溯西 我們這9點鐘就到西邊 我們回到台北 是已經傍晚6點了 你哪有那麼體力 一邊我說溯西 一邊我說溯平 對 溯平平 倒影倒溯西 阿德尼呢 沒有 我覺得她講得很有道理 就是說 我現在回想 我那個時候的青春期 真的家裡給你很多任務 真的就會少很多 對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 就是面對這個事情 最常的 就是以前都不知道說 自己在幹什麼 可是其實很多大人都看在眼裡 比如說 怎麼洗澡多想洗那麼久 而且每天都要洗那麼久 你洗多久 就是本來洗澡就是很快 就是想要看電視幹嘛 誰不想要在浴室待很久 可是自從有那件事情 就發現說 哇 不是久的問題 是很久 久到就是我爸爸會 就突然來敲門 水費太貴 不是就是接下來 吃飯幹嘛 就是滴滴要洗澡幹嘛的 就會拖很久嘛 那時候就想要 才開始 第一次敲門的時候 其實已經半年多了 突然他就覺得 哇靠 這事情好像家人都知道了 就有那種感覺 然後呢 就開始 那時候是國中嗎 國中 那時候就很匱乏一些資源嘛 但是喔 我們都是 哪有什麼匱乏 都一定想辦法找得到 比如說我第一次聽到卡帶的時候 我真的很震驚 哇 火深深的 不是火深深的 我就無法想像說 用台語講耶 然後呢 年紀感覺跟我媽媽差不多耶 就是 因為那時候國中嘛 那些一定是熟悟的女人 就是 你知道錄音帶是什麼 色情錄音帶就是 就是把你 就是平常聽不到那些話 很赤裸裸的講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一種 興奮感嗎 不是 我不曉得 很錯亂的感覺 反正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你會 你不知道要從哪個角度 去接受這樣一個 哇 讓你很震撼的 然後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去看A片 是去電影院看 你知道電影院都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 電影院插播 插播 然後你知道 老師你要學的還很多 原來去看的是電影 可是他知道他會有插播 對 絕對不是為了看電影 是為了看插播 你知道那個電影 都是很無聊的電影 馬上就在那邊 就是等那個片段出現 對 你知道有時候 進去電影院為了要看那個 可能三分鐘到五分鐘的片段而已 你可能要看兩到三次 就是比如說兩點進去 可能要七點才能出來 為什麼 因為可能中間如果有警察在那邊熟 這一步就要等下一次 年紀差很多 就下一步就等著等 所以我們都是 什麼時候去看電影呢 翹課 中午吃完飯就跳出去了 然後一直到黃昏了的時候 看完再從地面走 所以後來考上岡山高中 對 就是你看我們都是可以為了這樣的事情 這麼當一回事再去進行 所以想說如果你看到孩子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不用驚慌 你還想說他們在能量釋放 不要吵 那我再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企業大老闆 他呢 他是這個開計程車的 剛開始是開計程車 然後他開計程車呢 當時有人就送了一個小盒子給他 說你這個送一堆 車錢叫算 他就覺得說怎麼那麼奇怪啊 最近常有這種業務 然後呢 不知道人只有這個袋子 這樣子他照顧車錢 來回 然後呢 他送去客戶那邊 就問客戶說 這誰啊 這插錢很多 說這誰你不知道 別騙了啦 說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好啦好啦好啦 我幫你看看 喔 夭壽怎麼這麼精彩 這看 我跟你講 人家大老闆就大老闆 有那個生意頭腦開計程車喔 他忽然覺得說 夭壽喔 這市場這麼大 他為什麼不來做 Copy 對 他去找Copy帶 然後呢 他說 他只在 當時只有台灣 只有中史聯合兩個報紙 他只在 報紙上面登一個 郵票大小的 廣告 的廣告而已 電話送貸這樣而已 對 夭壽喔 他說他買了 給錢幾十塊錢 那後來他就開始 慢慢做 開始做錄影帶的生意 開始做 一直做起來 變成大老闆 現在才算幾百億吧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要講就是說 這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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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的需求嘛 對 這樣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 而且是禁止不了的 禁止不了 這麼一小小的 大家同好就會聚集在這裡 就可見 沒有可以禁止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人就是有 吃的需求 有娛樂的需求 有性的需求 有精神的需求 更旺面的需求 所以今天沒拍誰 這樣OK嗎 我今天開刀你 其實我剛剛就是 有老師說就是 就是讓他們多發洩 他就不會 對 可是我覺得相反 就是有一陣子是相反的 就是他們上國中的時候 在球隊裡面 非常非常不開心 然後教練也不甩他 就被冰凍什麼 那一陣子他們是比較 反而是看了很多的 就是想要發洩情緒這樣子 可能在看那個東西的 過程中也得到一些快感 跟抒發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父母親在看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故意把它污名化 不要把它玷污 把它弄髒了 黃醫師有兩個小孩 現在都五歲 其實五歲也已經懂很多事了 也會問問題的 那小孩問了他什麼問題 他是怎麼回答 等一下繼續請教好不好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黃醫師的小孩 已經會問他說 我們家裡算不算有錢 對 那我覺得也有可能 就是他因為會定期的過去 他爸爸那邊 那可能爸爸那邊的 這個家長 可能會有意無意的灌輸說 他們比較有錢 或者是說都有大房子住什麼的 對 可是回來就會 有時候我們去買玩具 的時候我小孩子會問 要去結帳 我說要去結帳 那我小孩子就會問說 那媽媽我們有錢買嗎 這個時候其實我就會特別的驚訝 因為我想一般小孩子 應該不會特別會問 自己的爸媽說 那我們有沒有錢買這個東西吧 應該就很自然而然去結帳 那為什麼我的小孩會問我這樣 那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家的狀況是 目前你的這個食衣住行育樂 我都會這樣直接講 是OK的 但是這個前提是 媽媽身體要健康 要能夠出去工作 上班賺錢 那我們就可以維持這樣的生活 那我說其實很多人的家裡 可能是有錢的 可能是沒有錢的 但是他們的爸媽都會努力的 去工作賺錢 然後所以小朋友你們要珍惜 爸媽媽媽努力的結果 那有一天媽媽是可能就是會生病 或是會老 或是退休了就不工作了 那你就要自己出去賺錢 如果你想要維持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講的還蠻直接的 好 對 據說他還會問你說 他會不會死掉的 對 因為當我的小孩問我這樣子 之後我會特別揪心 因為我心裡會有答案 但是他 因為他是生病的小孩 然後又問我 我會不會死掉的時候 其實我當下覺得蠻為難 但是我是裝著 就是若無其事的就是說 裝得了嗎 可以喔 可以喔 演技那時候OK 我就會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死掉 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會死掉 比如說大家都會大便 就是大家都會死掉 所以是會的 但是如果你在生病的時候 你有或是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你有趕快告訴媽媽 也許我們趕快到醫院去 那醫院的醫生幫忙之下 有可能不會死掉 其實就這麼明白 然後他們也就懂了 是 有時候就是說 因為他還對現實社會的複雜 他不是那麼了解 請教阿德 我們應該把這個血淋淋的社會 告訴他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要用血淋淋的 而是用比較真實 因為血淋也是不真實的 就是你把過度的恐懼 加注在這個註解上面 像比如他剛才講說 那個會不會死啊 我就跟他講說 每個人都會死 而且越不重視死 不重視健康的人 會死得更快 這是一個好 就是你要知道他就說 不是說我既然比較窮 我日子就會過得比較苦 而是來講說 其實窮困其實會激發你一些能力 比如說你就會比較珍惜 你就會積極想去賺錢 你就會積極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比較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你就會有一個追求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小孩很聰明 他已經沒辦法 大人講的一套 論點 聽起來很OK 但是他不一定是會接受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接受 我打他一下 為什麼不能接受 是因為大人講的話 就自以為是聽得懂 可是小孩子 因為剛剛黃醫師 他面對的是五歲的小孩 所以你這樣跟他講 他懵懵懂懂 他或許就接受到了 但當他有一天 他會去爬文 他會去找資料 他就會來跟你說 媽媽你這樣講是不對的 那像我兒子就很喜歡打電動 跟沈老師的小孩一樣 他也跟我說 爸如果去參加電競 那我就每次去比賽都可以拿到一百萬 你覺得我可以去嗎 我說去啊 你如果可以打電動 打到可以賺錢 變國手 爸爸支持 就不要讀書了 不行還是要讀書 他沒有說他不讀書 他會說我把書讀好 然後你讓我去打電動 所以今年他講完之後 我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所以爸 就要去打電動 對所以爸我有一個 他就拿一個單子給我看 這是這個幾月幾號 有一個電競研習營 我可以去嗎 他鋪陳了這麼久 就是我可以去嗎 那我都說可以了 我說好讓你去多少錢 他就說 現在報名可以打八折 所以如果你還幾月幾號以前報名 我們就可以享有這個優惠 我說你現在就開始當業務 那當然我就幫他報名 報名他就一直催我說 爸報完名之後幾月幾號要去繳款 我說你如果是對你自己的 要帶什麼作業 帶什麼勞作 你都記得這麼清楚 我就放一百個心了這樣 所以其實孩子他真的 對於他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他記得都比你還清楚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他就說 我說你不要一直打電動 那個藍光很傷眼睛 你都已經假性盡視了 不要一直打 媽媽不會管這些 都是我在管 所以我們家老二就是你叫他關掉 他就關掉了 那老大就會說 再五分鐘 再十分鐘 一直討價還價 我跟他說你這樣真的會禁事 他有一天就回來跟我說 爸你不要再跟我講 打電動會禁事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你講 根據統計 他還統計他去查資料 因為眼科醫師在嘛 等一下黃醫師可以看這個統計對不對 他說根據統計 大多禁事的人 有兩成是因為遺傳 因為父母禁事 所以兒子就會禁事 你看這個就撇除 你跟媽媽都沒有禁事 所以我不會有遺傳 再來他說六成的人 是因為閱讀 看數那個知識不正確 光源的問題 只有兩成是因為打電動 那就這樣跟我講 我說這個資料你確定正確嗎 樣本是對的嗎 他說他就再拿一個報告給我看 就是他們學校都會檢查事例 你要告訴他 現在弄假新聞是有罪 我真的沒講那麼多 因為他講什麼我回什麼 他說爸那你再看這個資料 我們班上有二十七個同學 十四個男生 十三個女生 在這裡面禁事的比例 有十二個人禁事 十二個人禁事裡面 有八個人是女生 四個男生 我們班上十四個男生 全部都打電動 你看只有四個男 十二個禁事裡面 只有四個男生 他為了打電動 我找了很多數據 然後他說八個女生 我去問了一下 他們都沒有打電動 他們都是看書 圖書館借書 厲害厲害 對 他說 所以由此可證 打電動不一定 一定會禁事 所以你應該要讓我打電動 尹柯醫師請回答 所以我跟他講說 這個理論 他不是代表沒有 如果你給我看的證據是0% 不是因為打電動得到禁事 那我就給你打 尊重專業 對 可是藍光造成了視網膜的病變 黃斑部的病變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會拿一個眼球的圖給 像我的小孩子已經都知道眼球結構了 因為他就叫我教他 我說如果你後面照相機底片壞掉 你這個眼睛就像照相機一樣 是不能照相的 對 所以你當然可以打電動 可是你如果沒有注意時間 你只會把眼睛弄壞 你現在我通常會舉個例子 結論是會喔 因為現在 不是禁事 是黃斑部病變 我覺得因為禁事的成因很多 你不能單一 可是問題是他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嘛 比如說我通常會舉例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感覺要沒事 因為大部分的小孩子 你跟他講要防治禁事 他也都沒在聽 家長也管不住 可是我就會跟這些小孩子講說 你現在幾歲 那因為你 我們人少活到八十歲 平均壽命已經到八十歲了 不只喔 女生不只喔 女生已經八十三 四歲嘛 所以你如果想要在這麼長的時間 你都要能夠過你的人生看得到 你的眼睛 事實上你要更小心保護 是 就這樣子啊 這個沈老師說 你的小孩也會講說 為什麼會發明安全帽 這麼腦殘的東西喔 對啊 他就會講說 為什麼這麼熱 然後騎車的時候要戴一個安全帽 我說要保護頭啊 他說那哪有這麼笨的事情 如果說今天就是摔就摔死就好了啊 那你只有保護一個頭 然後四肢癱瘓這樣要幹嘛 我說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四肢只有擦傷 然後頭腦死了 那要一輩子躺在那邊 你覺得怎麼樣 那就是在你去跟他講 讓他冷靜下來 去好好思考的時候 他們比較能夠 去想一下反面的那種說法 了解 了解 那主委 你們說你兒子會給你認喔 對啊 怎麼樣 他就是如果他真的 這待會兒說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 主委 小孩會怎麼瞪你 他就是會翻白眼啊 然後或者是他很氣的時候啊 他就是會握著拳頭 然後這樣瞪我 我說你現在在瞪我嗎 沒有 我說沒有 你現在還在瞪喔 然後他就說我沒有 我說你明明就在瞪 你的現在眼白比眼球還要多 然後他就說 我只是生氣而已 我說你現在會瞪我 你長大就會打我對不對 我就問我兒子 我兒子就說 我不知道 他不是說不會 他說我不知道 對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親子關係有時候 把他搞得很緊張 或者是說把他搞得很對立 其實有時候自己要負責任 就是我們常常會認為說 你沒有站在小孩的角度去想 因為你想說 如果是我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媽或是我爸 用我對他的方式來對我的時候 我是不是也會不爽 那因為我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我的父母教我要這樣子做 我就是聽話的 乖乖的去做 所以我就會很難理解 我就比較不能站在 我兒子的角度去想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現在我兒子都會跟我說 爸時代不一樣的 他拿健康教育的事情 來跟我講說 爸你知道有一種叫男性荷爾蒙吧 我說我知道啊 當然啊 他說你知道小孩子 在進入青春期或青少年期的時候 身體的荷爾蒙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呢 就是會讓他有一點叛逆 會有一點不聽話 會不乖 所以我現在不乖 是因為我要變成青少年 所以爸爸你不要太在意 他會來教我這件事情 然後跟我說 而且我現在要進入青少年 弟弟在三四年後就會跟我一樣 所以他很常會問我說 爸我今天乖嗎 爸我今天聽話嗎 當他瞪你的時候 握拳的時候 你是怎麼回應的 我曾經有一次他這樣子 我就給他一巴掌 可是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很後悔 那打了一巴掌之後呢 他呢 打了一巴掌之後他就哭啊 然後哭他就跑到房間去啊 就是他就會不想理爸爸 可是他不會 他當下他不會 小三那一位嗎 就老大嘛 老大 那時候打他的時候他是小三啦 那我從那一次打完他之後 我就不再打他了 我就 我老婆跟我講說 你要打你可以打他屁股 打他手 你不能打他耳光 而且你在生氣的時候 你們男生不懂得那個力道 所以那時候我打他是 就是那個手印已經在他臉上 所以你看我打得多大力 所以我就打完他之後 我其實也很生氣 但是我就馬上就後悔了 馬上後悔我就去房間 就是要抱抱他 安阻他 他當然就不理你啊 那不理你就更難過 那我太太就說 你現在不要去吵他 沒有一個爸爸可以打完他 下一秒馬上抱抱他 說爸爸錯了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是這樣 你兒子才沒有把你當一回事 那尤老師你看這樣處理對不對 我在自委的身上 一直看到兩件事 反省跟焦慮 他一直反省一直焦慮 所以我大概提供一個 很有趣的想法 我覺得我最近也在我的臉書裡頭 我一直在推一個運動 叫做閱讀 那我之所以推閱讀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我看那個富蘭克林 曾經寫過的一段話 把知識放進腦袋 誰都搶不走 那是一輩子最好的投資 那閱讀這件事情 對我的理解 知識向內庫 看不到但真實存在 我覺得閱讀叫做借用 就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不夠厲害 那我們又要裝得很厲害 其實我待會會講另外一個人 就是說其實你在這個世界裡頭 你應該是不知道 都會知道 可是你又要裝得你都要知道 但是你又不借用 這是在借用 我們這層寫書看完 剛剛我聽黃醫師 他一講之後我就知道 我對眼睛又更理解了 那叫專業 當你聽專業的東西的話 你在吃魚頭的時候 都沒有在注意眼睛嗎 你走的那一條路 我覺得他會變成捷徑 所以每一個專業 他其實都有他自己的厚度 那如果說你今天 對某一個東西你不理解 然後你願意去借助於專家的話 我覺得你有可能 走一條更好的路 那你給志偉為什麼建議 看書吧 你說我啊 我要看書 對 我就要看書 因為我們不可能了解 孩子整個成長的背景 因為人生是一條這樣的路 你到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生好像公車 但小孩瞪爸爸是合理的嗎 冰凍餐尺非一日之寒 你不能跟我講說 他現在為什麼瞪我 你都沒有告訴我 你過去做了什麼事 你瞪過他八次 你都沒跟我講 對不對 他是八次還你一次而已 是 對不對 那志偉剛剛還問他說 你以後不會打我 那想你打他 你打他十八次 他想說我準備好了 就還你兩次 那他刮他一個耳光 對嗎 我覺得這個都不好 因為這個東西 對孩子來講他會有記憶 那那個記憶是 我覺得是我們這些人 長大以後 比如說我們曾經被刮過 你的記憶為什麼可以稀釋 因為你有閱讀 比如說有一天 我讀了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想我爸他都想好的 可是我爸以前也幹過壞事 他可能也責罵過你 我們爸那個 是很兇悍的 可是我現在不會想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經過歲月的掏襲 或知識的掏襲以後 我都想到他開那個雜貨店 人家來之後 不給人家拿錢的一些事 對我爸爸媽媽 以前對我的處罰 第一個我都會把他想 現在就會覺得說 第一個他是愛你的 為你好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如果他過度了 我會覺得說 反正他對教育我不懂 所以他只知道這一套方法這樣子 你有經過歲月掏襲啊 那智偉馬上又進去安撫 他的小孩這樣對嗎 我覺得有的時候其實需要停 我剛剛其實一直很想 談一個觀念叫做進跟推 我們覺得說太緊了 這個進跟推等一下說 好不好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再麻煩劉老師 你剛剛講說進跟推 對 其實我家有一句話 是我長年累月 我跟孩子之間相處的一個想話 明天再說 就有一些東西 你明天再說 不單是對孩子說 也是對自己說 因為你在那個氣頭上 其實我們在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解決問題 可是你在那個當下 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有道理 我跟我太太也是一樣啊 每次剛開始 你為什麼不讓我 不要 我要睡覺 明天再說 那沒又燒掉了 一直給你游 對 他明天再說 其實就會解決問題 當你明天 你看你的盛氣 其實也都抗蕩了 對不對 那你對問題 其實可能你已經看到 那個焦點了 那 其實以前我兒子 還常常會跟我講說 你就是那個道歉先生 因為我會跟他講說 我都會道歉 他說道歉沒有啊 你不要犯錯啊 所以他隔天他也會清閒 對 然後那個對話 其實就變得很有意義 是 我覺得要有意義 就是我們在處理 很多的問題的時候 那個解決要放在那個前提上 你有解決嗎 你沒有解決的話 你所有前面講的一堆東西 都叫做廢話 是 可是你為什麼要講一堆的廢話呢 然後到最後 我想說我好恨你 我好氣流 對啊 攻擊 就沒有味道 可是老師要怎麼樣 讓他不要一直打電動呢 這真的很糊 是不是 我覺得 阿德有很多方法 我覺得 真正的問題是 你一直要他 不要一直在玩電動 禁止 我覺得你這個焦慮 是沒有任何教育功能的 而且 他會越來越無限上綱 然後你還想一想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小孩子 每天在打電動 你跟我講說 這樣眼睛會嚇他 他還是要願意打 因為他的心理的感覺就是說 人生 難道只有這個標準去看嗎 眼睛顧好這個事情嗎 如果健康是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每天都忙成這個樣子 你有在顧你的健康嗎 所以他會有很多反思 可是我不是不帶他幹嘛 我要說我們去打球 他說我們寧願打電動 不不不 我覺得說那個 對他來講就是你的策略 要他不要玩這個東西的策略嘛 所以對他來講 都是一樣的道理 像我的方式就是說 我就是要來陪你玩看看 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沉迷 這到底是為什麼 你去瞭解他 就是你要站在一個就說 不是禁止 而是說你一定有沉迷的意義 我要幫你這個意義找到 也許我就不用那麼焦慮 你要從這個心態開始 我也有試過耶 他曾經跟我說 爸我今年的生日願望 就是你可以陪我打一次電動 對 我說好 實現你的願望 很廉價嘛 很便宜啊 那真的到的時候 我就陪他玩嘛 玩個兩關 他說爸算了算了算了 你好笨喔 我受到打擊耶 但是我也沒興趣啦 說實在話 對啊 所以我們兩個現在會 我會念他就只有這件事 那或者是說 因為他為了打電動 比方說今天是他打電動的日子 他可以什麼事情都 不看在眼裡 東西吃是亂丟啊 平常會收 這時候就不收 但是我太太就跟我說 他打完就會收嘛 你何必要他現在正在 enjoy的時候 叫他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慢慢有調整 我既然答應這個時間給你打 你就打到好 打到爽 打到滿 所以我這些年一直回過頭 還會去想一些事 就是我的14 我的18 我的20 我的26 到底也不一樣 好像不一樣 就每一個年紀 他有一些不同的使命 你不能叫我說 那個使命我都不要幹 我想我也跟我兒子講 我說好像以前大一的時候 爸爸的電動玩具打得最好 以前用那戰車你知道嗎 我下課第一件事情 就去打戰車 而且我跟我同學都輪流破關 可是後來你會覺得 那個很無聊 就你那個階段一過了之後 你會有下一個階段 他在等你 你不可能那個階段 然後你不要 你就跨過 所以如果說你讓你的孩子 去過每一個階段 就相對是那個 心理學家皮爾街講的 孩子的名字就叫小孩 就他的三歲 他的五歲 他的九歲 他的十二歲 完全不會一樣 那會一樣的是 很恐怖的是 你讓孩子定格在十二歲 等他有一天 他二十六歲 他還是十二歲 他二十八歲還是十二歲 你才會煩惱 了解 我在心理診所的時候 我看這樣的病人 你才會難過 六十幾歲的媽媽 帶一個四十幾歲的兒子來 他的那些問題 好像十三歲的 你會不會難過 你知道嗎 當奶奶帶著兒子回去的時候 我坐在那個窗口 我一直看著他們的背影 就一生都歲改 那個才是難過 那為什麼那個四十二歲的小 一直是十三歲 因為他是被客戶長大的 所有的時間都是被安排的 yes no 一直到劉敏回來的時候 他跟他媽媽中間 最共同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你做對 不過難過 到最後他也不去找工作 一輩子的使命 就跟媽媽做對 我不去找工作 然後因為我以前都聽你的 我現在不要聽你的 對 那盤一級才跑出來 對 你叫我找工作 不要找工作 所以媽媽就安排一個工作 去收那個保險費 收完之後我就去買車 買完車開沒多久就賣掉 我再去收 以前保險費不是匯款 對不對 他有保險員到你家去收 媽媽是把最好的那個區域給他 對 收完之後錢拿去 沒有交回公司拿去買車 對啊 媽媽就插屁股 其實也是媽媽造成的 當然啦 當然 那黃醫師你為什麼 教你的小孩試著吃臭豆腐 沒有就是因為買回家的時候很臭啊 那小孩子就會黏住鼻子說 你怎麼買這麼臭的東西回來 然後我就說這很好吃啊 不然你吃吃看 結果我大兒子竟然回說 那你怎麼不去吃大便 來 請回答 怎麼回答 大家期待 不是啦 而且另外那個還是比較軟 對 所以我例如說 我們家的對話就是 也有多重養分 對啊 我就 沒有啊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是因為我自己吃覺得好吃 然後因為你沒吃過 然後你覺得他好像很糟糕 所以我才勸你吃吃看 那他一定是以為說 我們要拿這麼臭的東西 是要害他 所以他就拒絕 因為我有教他過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有疑慮的東西 你就要拒絕 然後所以他才會反嗆我說 那你怎麼不去吃大便 竟然叫我吃臭豆腐 那你怎麼不去吃大便 就是說小孩子是這樣 味道一樣 對 那其實就是說 剛剛我覺得 就有老師很好 就是勸我們說 大家就是要閱讀嘛 閱讀的話 問題就是說 其實現代的人遇到的困難是 其實我覺得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閱讀 比如說假設說我單親家庭 然後我又要工作 然後回家又照顧小孩 其實我沒有時間閱讀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從 就是鏡旁的 你腐蝕皆是 其實都是學問 比如說我們最常聽到 比方說看娃娃等同 看一集等同讀兩本書 之類的 因為精華都在這 因為我們很常隔代教養嘛 比如說我們會聽到 媳婦很常抱怨說 那個老公就跟他媽媽一樣討厭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教育是複製的 所以如果我們還不能去看書 看到好的